土云不足 咱们说脾虚容易生湿 那么脾和肺的关系呢 又是非常的密切的 先是脾不散经 尚属于肺 当我脾里存积的湿气过多的时候 它把它的湿气就要排到哪呢 排到肺 在肺产生存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整个咳喘的发生的时候 除了风邪 避肺以外 还有什么呢 湿邪 孕肺 那么肺里头存的湿气比较重 所以今年临床上看到这个咳嗣喘 特点很明显就是弹 或者是有弹声 可能它咳不出来 有时候在临床上碰着家长问 有弹吗 家长说也咳不出来也不知道啊 但是能听见它有弹声 或者它根本就不咳嗣 但是呼噜呼噜的 老听见有弹在那里就逗弄 这个是今年的这个特点 是 一口同声啊 对 首先肺太娇嫩了 受到风险的影响有关 再跟脾也不足 脾声弹 晕滑不掉 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群马疹呢 跟今年说秋季的时候 肺受到风险的影响 有直接的关系吗 中医讲呢 是肺主皮毛 这个皮肤呢 是人体的末梢 那么是肺所主 也就是咱们刚才讲的 肺出入 行使它的出入之气 行使功能的部位 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今年的风险比较旺 那么在我的这个 本身我身体里头 怎么能够保证 我身体里头这个皮肤 有毛孔的 怎么保证这毛孔 风不进来呢 平时的时候呢 那么有一种东西发挥作用 中医管它叫什么呢 叫胃气 保胃的胃啊 那么肺的功能呢 今天受到压力以后呢 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呢 使我毛孔这块 保护它的这个气啊 不足 肺的喧发之力受影响 所以它特别容易就 攻入到皮肤之内 这个寻马疹就起来了 哦 这个意思 怪不得一起 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 还不是那种小疙瘩的小疹子 对 而且边缘不规则 一起起一片一片的 对对对 哦 也是和肺受到了影响 有关系 对 嗯 那这个鼻炎呢 呃 鼻炎呢 可以讲 这个肺开窍于鼻 鼻呢 是肺的另一个没收 那么鼻腔这一块呢 是它的另一个战场 它和皮肤的毛孔是一样的 鼻子这块也是一个孔窍 它也是最容易受风邪 这么去干扰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当我风邪旺的时候 这个胃气还是调动不上来 还是没法保卫住 护住这个鼻子这个阵地 那么这个时候失眩了 鼻炎就开始发生了 嗯 所以看来这些症状啊 到了今年秋天的时候 这么集中的体现在孩子的身上 还是和这个季节的天气的特点 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是的 那待会儿呢我们看看王主任 有什么样的妙招呢 能够帮助孩子们 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先回到座位上 慢慢给大家介绍 其实这个答案呢 就藏在其中啊 这个呢就像一个自动贩售机一样 一样按钮呢 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就在这里 天小天肤 这都已经调好了是吧 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哦 嗯 我们的观众们闻一闻 来 嗯 是不是有浓浓的药味 棍色的 有药泥 基本上都是这个颜色 都是这个颜色 这个好像更浅一点 焦糖色 哦 对 能够闻得出来吗 这个是什么味道 里面有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 小药材 不是 我觉得好像有陈皮的那种感觉 嗯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那咱们吃的那种陈皮的那种感觉 嗯 有吗 颜色也有点像 嗯 笑叔还是 鼻子还是挺灵的哈 哇 是吧 对 这个药贴呢 药物呢是由陈皮 拌下 茯苓 干草 组成的 嗯 像这个还都比较熟悉 这几种草药啊 像茯苓啊 陈皮啊 这不都是那个健脾开胃的吗 老北京吃那茯苓饼 对 这跟那个咳嗽 这个肺也没什么关系啊 嗯 咱们讲哈 这个 首先刚才咱们提到了 咳喘这件事情 虽然在肺 但是呢 引起它咳喘的这个事 是湿气 因为今年呢 属于土运不足嘛 那么这个湿气的时候呢 从哪来呢 那么中医里头呢 对这个有一段论述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咱们整个的水液 在体内的代谢的循环规律 叫做 引入于胃 油液精气 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 上输于肺 通调水道 下输旁锅 我们这个里头的脾 和肺 是两个相邻的两个节点 那么从脾这个点来说 脾如果湿气比较重的话 那么它必然到它的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就是肺 就在肺产生了存积 那么这个时候 肺里头痰多了以后 那么它必然会出现了咳喘 这件事情 嗯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把这个 源头给它治理好了 是的 也就是没有痰产生了 对对对 在这里头呢 咱们这个名字呢 取的叫做二臣贴夫方 嗯 在这里头我也想问问大家 这个二臣指的是什么意思 由于臣皮 对 只有臣皮是臣啊 姓臣啊 对 半夏 其实它姓臣 它叫陈半夏 陈半夏 对对对 我就叫小名了 对对 没有臣弗龄吗 弗龄不姓臣吗 姓赵 那甘草呢 没有陈甘草吗 就生了还生甘草 你们俩太有才了 还给不同的药材 按了名 按了信 咱们正常的时候 这个半夏还真没有 陈半夏这一说 标准的炮制的时候呢 是按照姜半夏 青半夏 生半夏 法半夏 这几种 没有陈半夏这一说 陈半夏就是陈皮半夏 合在一块了 但是呢 二陈指的其实就是 陈皮和半夏这两位 那这俩陈 那个第二个陈是怎么样 谁啊 这个主持人可以拿过去 给嘉宾们稍微闻一下 其实我们对于陈品 相对要熟悉一些 它的味道也很熟悉 药理的作用也相对熟悉 但是对于半夏了解的 就不是特清楚 你先闻闻半夏 是什么味 半夏就像那个干的 干味 想不想 就不像陈皮 有那种浓郁的 陈的味道 所以为什么 这他俩叫二陈呢 二陈呢 其实呢 这个名词 是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中医的 有一个大家 这个呢 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 这个李东元 他呢 提出了一个六臣的说法 六臣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六种药 气心味噪 烈性极强 那么我呢 不能拿下了以后 马上就要用 我一定要放置 一段时间以后 基本上是以一年为限 放置一年以后 待它的这个 燥烈之性缓解以后 方才入药去使用 所以取的是这个 经典的意思 那么陈皮半下 正好是这六臣之中的 其中两味 所以取这个意思 叫二臣 现在明白了 大家看看 你可以闻到这个陈皮 它是有一个燥烈的 它的一个气味 是很新的 能够明显地闻得出来 半下呢 主要是它的胃比较燥 什么意思呢 咱们半下呢 生用的时候 用舌尖一舔 马上就发麻 发麻的感觉 你要试一下吗 咱们现在这个 您可以大胆试啊 没有问题 因为已经炮制完了 也已经割了一年以上了 这个影片 所以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是多少 还是会有一点点麻的感觉 在嘴里含住的话 为什么要用到陈皮半下 因为它燥烈 所以它去湿化痰的效果 会非常的好 那么它呢 归于脾胃肺精 这两者呢 在作用在一起 可以清脾的这种湿气 化它的弹湿 同时呢 又有清肺的这个湿气的作用 脾和肺两者 它都能清到 所以呢 它们两个共同应用的话 就可以把存在于脾内 源于脾内出现的湿气 和游走到肺上出现的湿气 它都能够给去除 那么芙苓和甘草呢 主要是一个 补益这个 今年土运不足 这么一个作用 脾的湿气过剩 是由于脾的运化不好 脾气比较虚弱 那么我们就要去 补益这个脾气 芙苓和甘草 就能起到这个 补益脾气的作用 是这样的 所以等同于是标本兼制了 对 用这四味药材 做成小药腻儿 贴在肚脐上 就能够缓解 我就在想贴肚脐 是不是因为 就是离脾胃比较近啊 中腕啊 也是啊 离胃啊 对 中腕是更近一点是吧 对 中腕穴不更近 为什么不贴到中腕穴上呢 这个呢 咱们贴肚脐呢 主要是这样的 首先咱们讲讲肚脐这个穴 这个穴位呢 又叫神穴 这个神代表什么意思呢 先天 穴 门户 那么我们讲神穴穴指的什么呢 是先天之门户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胎儿在母体内的时候 它只通过什么 只通过脐带 肚脐 传出营养 以供它的什么 先天之本 肾气的这个不断的充盈 生长起来了 那么在孩子出生以后 肚脐的功能转为什么了呢 就转为了培养后天之本 那么肚脐就和什么呢 就和胃脾 肠的功能的运转 直接相关了 那么它的更容易是什么呢 辅助我们后天之本 脾胃肠的这个运转 它比单纯的 在中腕穴 一个胃的木穴上去应用 它的范围会更广 受益的范围会更广 进入的药效也会更强 就是让这个药效 直接进入到体内 然后发挥它事半功倍的作用 对 因为肚脐这块 它是一个门户嘛 从门进 总比翻窗户进来 要快一点 那像这个肚脐贴的话 是一打立秋 就开始贴上呢 还是说这个 刮了一阵风了 入了秋了 孩子有症状了 再贴 然后一般要贴多长时间呢 因为这个药本身 咱们讲 要用的时候 还是有症状的时候用比较好 一般来说呢 连续切这么七到十天 是一个限度 像刚才我说的 基本上在急性期的时候 贴会效果更好 或者说是在一个慢性牵眼期的时候 就是这个孩子 可能你说经常大家能遇到这种 特别恼火的情况 我刚说今天咳嗽痰 我要去看病 第二天好了 对 对吧 然后刚从医院回来 跟大夫刚说完没事 出了门马上有咳嗽痰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时候 属于慢性牵眼期的这种情况 咱们就可以去贴这个贴 所以有过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男孩五岁 来的时候呢 这个咳嗽已经两个星期了 从最开始高烧不退呢 到后来的持续输消炎药 持续地用这个 帮助拍片子 也是属于支气管炎 咳嗽也很厉害 持续输消炎药 输了有一个星期 到现在呢 就感觉孩子呢 消化也不好了 吃饭也不好了 然后呢 这个壳子呢 痰 时而还是有喘 但是呢 消药已经不能再用了 西医这边说了 已经不能再用了 那就说 我去用中药 但是呢 这个孩子呢 确实脾胃很弱 脸色很黄了 吃药呢就吐 吃中药呢 这个味道呢 它更容易吐了 在这个情况下 家长就说 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能够给我们拥用一下 说呢 好歹呢 先让他把脾胃 腱起来 我们再接着吃中药也行 也确实没有办法 后来呢 我说那呢 我呢 就把这个药物呢 给你外用吧 把药物给你外用 那么呢 我就给他贴了这个血贴 血贴呢 贴完了以后呢 这个孩子呢 当天晚上 咳嗽就明显缓解了 哇 这么管用 这个痰呢 还是有 好 贴了一个星期以后 这个痰逐渐就消失了 脾胃功能状态也上了 脸色呢 也稍微的缓和一些了 在这个情况下 后续的时候 才又进行了 一部分的这个 中药的内服调理 才把他这个病 给彻底治好 所以说 外用这个药物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 就是当我应用了 尤其是咱们 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 当孩子病的时候 尤其呼吸道感染的时候 大家很容易害怕 他会出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要比较积极地去治疗 在治疗的过程中 有可能脾胃就伤到了 尤其今年 这个年月又属于脾胃不足 脾胃本身就弱 用很多药的时候 伤了孩子的脾胃 他可能就没法 把这个湿气给你化开 反而就变成了一种 牵延性的 非炎症性的 弹湿存留于肺了 所以这个时候 给大家推荐这个方子 我拿出来 是觉得比较合适的 真没想到 这个小小的二臣的贴肤方 能发挥这么神奇的作用 是的 所以今年秋天 如果您家的小孩 也出现了可喘的问题 就可以自己在家 来自治这个二臣贴肤方 来缓解问题了 谢谢大家